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來講一下 遠征先鋒服1.48版本的更新 現在已經更新好了 然後這一次更新的重點 就是在我們後天9月26號的時候 我們這邊也會開啟我們的那個團隊副本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再來其他的話都是一些優化的東西 然後奇境探險到時候也會再更新 冰封凍圖我已經有發在巴哈姆特上面了 然後再來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雷恩來看一下 雷恩的紀念組懶人包的意思是說全部的上修 然後把一些就是以前的那些沒有顯示的數據 全部把它顯示出來 首先來看一下懸賞令 懸賞令這邊啊 直接是把那個懸賞持續時間有做提升 然後再來是說我們擊殺者還會在10秒內 可以獲得100%的暴擊率 敵人受到的傷害量增加20% 這邊來看一下 然後第二招這個彈幕時刻啊 原本是那個連發嘛 然後最後一下會那個擊倒敵人 然後這邊是改成是說 直接變成是那個1秒的暈訊 然後其他的話還要附帶減速效果 然後傷害量提升 第三招這個發現獵物啊 算是直接重做啦 這邊的話直接標記最虛弱的敵人10秒 那期間內友軍只要對敵人造成傷害的時候 除了額外增加我們攻擊速度以及我們的暴擊率之外呢 那友軍還會受到雷恩的治療 然後每5秒觸發一次 最後一招這個重金懸賞是直接把他數值上胸 以及隊友最多也可以提高至同等的傷害 就是30%的傷害 專武裝備的部分的話應該是沒有做改動 只是稍微敘述做一點優化 然後再來看一下專屬家具 家具的話這邊算是全部重做 我們這邊戰鬥第三秒起啊 會標記場上最虛弱的敵人之死亡 該敵人將會額外受到30%的傷害 九劍加具的話是直接標記死亡之後 將會把那個標記轉移此時最虛弱的敵人 等於說延續這個增傷30%啦 好那我們來打幾場試煉之地看看 試煉之地這邊也有做優化了 我們這邊的話是可以直接選擇全部的英雄來打 就假設你圖鑑沒有該角色 你一樣是可以做使用的 我這邊來看一下要怎麼選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專武跟家具 老實說看不出來什麼特別的效果 因為試煉之地他這邊的話 就變成是說你只是正常的這樣子打關卡給大家看 我們就大概先用到這邊 因為我覺得這個沒什麼太大的參考價值 那影片最後這邊來補充一下 先鋒服26號的時候 那個團隊遠征也會復刻嘛 但這一次復刻的獎勵啊 還會有我們埃隆特殊的造型 我們來看一下 埃隆這個造型啊是我們的那個雙風劍舞 就直接變成火紅色的造型這樣子 好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小小的補充 那影片就到這邊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